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所以在民国时期,我国曾经存在过五所中山大学,分别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和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其统称为国立中山大学,那么我们现在来盘点一下这五所曾经的国立中山大学的现状和发展情况。 一,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即现在的中山大学,也是现成的唯一一所中山大学,位于广州,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位列首批国家双一流A类,985工程,211工程,五苏联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九名。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前身为孙中山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 1926年7月17日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7年8月更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1928年3月赋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52年经合并及改组,成立新的中山大学,并去除国立称谓,中山大学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中山大学也是目前华南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所大学。 二,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即现在的武汉大学,是教育部直属中央执管副部级建制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位列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11工程,985工程,五苏联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七名。 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其前身为1926年12月28日, 由元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 私立中华大学等合并建立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1927年11月28日,更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1927年12月,学校减散。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元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 1949年武汉解放后,国立武汉大学被我党接管并更名为武汉大学,得以继续办学至今。 3.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及现在的浙江大学,由教育部直属,中央执管副部级建制, 位列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11工程,985工程,九校联盟。 武苏联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二名,仅次于北京大学,是目前发展最好,实力最强的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于1927年,在求是学院校址上合并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成立。 1928年4月1日,更名为浙江大学,同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1928年,由浙大衍生出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实现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至今。 4.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及现在的南京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 211工程,985工程,是九校联盟成员。 五苏联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六名。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前身为国立东南大学。 1927年6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原由该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 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的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中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四所公立专门学校。 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更名为国立江苏大学,四月改称江苏大学。 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定名南京大学至今。 5.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即现在的河南大学,是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省部共建高校,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既不是211,也不是985。 5.五苏联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70名。 国立第五中山大学,起前身为中州大学,1927年后,更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1930年8月,学校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1942年改为国立河南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历经多次改组拆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几十年,史称河大拆分之伤,直到1984年才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2000年,开封师专、开封医专并入河南大学,成立新的河南大学至今。 以上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五所国立中山大学,其中前四所都是世界双一流的副部级高校。 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十名,只有河南大学现在发展的不尽如人意。 希望河南大学能够从政雄风,能够早日恢复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时期的荣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咱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咱们下期见!